古天樂和孫圈這一天一起出席時尚活動 古仔的生日很快就到了 不知道到時會怎樣慶祝呢? 我們都是同家人過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正日都是同家人吃飯 吃蛋糕 都不會去街那天 我就飛了 剛剛那天 你是他特地飛的 不是 我真的以為他在做事 不是他去玩 你不要問我們不要心 我們在這裡聊天的 剛剛今天查了我 飛了回來 是嗎 翌晚回到香港 如果機器不 delay 不要要我吃了 我要減肥 可能要我倒一倒 好 另外Gigi梁詠琦早前 就和Sammy等等一群女演員 一起去了韓國出席電影展 Sammy還大讚說有Gigi在身邊 馬上很有安全感 真的 我想可能因為我 我擁抱她的時候 那個高度剛剛好 可以給她少鳥依人 其實我都很開心 今次整個宣傳 大部分宣傳都和Sammy一起做 因為一來和她的感覺 認識了很久 好像一個舊朋友一樣 二來呢 大家在拍戲的過程中 已經談了很多關於 可能中間大家 各有各忙的時候的生活片段 或者一些心態 覺得大家真的成熟了 很多事情都可以很open地去交流 至於最近忙著拍劇的陳豪 拍動作場面的時候 就是這樣受傷 一點點 我們現在拍攝的動作 一定會有一點點磨擦 損傷 但沒有什麼大傷 都算是幸運的 真的很難怪 G2 G2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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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G3 G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